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放假当然要去旅行周围玩 但不说不知 现在一般中国民众能享受到全年115日的假期 其实只是持续短短23年的光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法定节假期只有7日 而且一个星期要回6日工 全年假期加上只有59日 那时各类物资供应不充裕 放假时要用来购买生活用品 变成了战斗的星期天 疲劳的星期一 1978年国家推行改革开放 放假这个概念逐渐流行 其中是1994年2月 极具理程卑异的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发布 堪称中国放假制度一次重要进步 大小周末也都成为一代人的共同回忆 一年后国家再进一步实施5日工作制 全年假期数目即时倍增 现在经常提到 最热切期待的黄金周 其实亦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 改革落实假期制度 国民可以肯有美好生活 同时有利国家拉动内需 改革开放令中国 尽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家旗在背后实在有不少贡献 以2019年为例 全年国内旅游人数高达60.06亿人次 旅游总收入是6.63万亿元人民币 对全年GDP综合贡献佔总量11.0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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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